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说的 这不说的 您这上次我说的梨卖菜到底有啥顾虑吗 您跟我说说嘛 再说说 有啥顾虑吗 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了 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 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梨卖菜 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 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不准不准 不准你忙去啊 这不来了 你忙去 你忙去 我这个活去多长点 罗玉才是海河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任 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 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 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梨卖菜 我不是做了我好多次了 啥都不吃多嘛 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 也没有结果 也没有吃过 没有结果啥东西 咱们吃多都不吃多嘛 解决不住嘛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 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大姐忙着呢 今年地打算种点啥 种麦子呗 种麦子啊 年检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 哪有好种的地啊 不好种啊 不好种是吧 是这么不好弄 就是不好弄 不好干 你赚钱了呀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检地 检性高 沙化严重 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 苹果 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 收入也有限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检地 我就知道不容易 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是 这次我开始的盐检地高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 一亩地就三四百块钱 不种不赚钱 不赚钱是困难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 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 新的作物 能够让地 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 大家想过没有 不好种啊 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 有很多这样盐检地 不长庄稼 也不能够产生价值 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 慢慢才知道 如果盐检地的改良 可能没改良出一亿亩 每年的话 就会多出两百亿斤的粮食 带着儿时的困惑 吴夏蕊一路探索 2015年 身为农学博士的他 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 回到家乡田野 培育适合盐检地 生长的藜脉作物 八年间 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 取得了一定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你看它这个土 跟我们在其他地方 那个土就不太一样 你看这个跟咱们在 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 它有一些是年长土 但是它这个土的样的话 里面就是说 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 如果说给他们选择 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 第一个 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虽然有着丰富的 盐检地种植经验 但是吴夏蕊一团队 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海河村的土地 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 盐检性不同 且含水量也更低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检地 但是即使就是盐检地的话 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 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 它的检性就更高 每个地区土壤的 这种盐检性 对不同的情况下 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 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 这种重新的调配 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 这可能是遇到最大一个难点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 但梨麦具有耐旱耐盐检的特性 而作为梨麦生长初期 绿色金感和叶麦的梨麦菜 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 吴夏瑞坚信 梨麦菜的种植 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通常梨麦菜的话 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 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 然后梨麦菜的一般生育期 大概在35天到40天 所以一年的话 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 我们可以种到10月初 10月1号的话都可以说 说最后一批就行了 被吴夏瑞视为宝贝的梨麦菜 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 大家不仅对梨麦菜存在疑惑 同时对于吴夏瑞的身份 也是议论纷纷 李百智是罗玦菜的邻居 有一定的种植经验 对于梨麦菜 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来到我们村上 种一个梨麦菜 他刚刚跟我们说的 这个蛋白质呀 什么铁呀 什么甲铁 这个东西 营养价值挺高的 可是我没见过 他作为一个博士 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 我们干脆相信他 他是来套他的种子去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 吴夏瑞并没有放弃 创业以来 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 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生 就是说 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 这是当时的家人的 一个不理解 当然朋友也不理解 为什么缝一线城市 然后回到了乡村 从一个实验室 我们就要高大上的 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 跑到田间地头 变成了一个农民 但是我觉得 很多的东西的话 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 这样只有你内心 极度的一个热爱 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虽然吴夏瑞 有一腔热情 但是想让村民 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转而接受新鲜事物 并不容易 我当初刚带李麦 回来的时候 可能说99.9%的人 都不知道他 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 第二个是 人们对他全然的未知 所以我们在乡村 推广的时候 也非常的难 吴夏瑞 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 在村里做了 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 为了能让村民 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 吴夏瑞想在全村 举办一场梨卖菜种植推荐会 为了让村民 能在推荐会上 见到梨卖菜 吴夏瑞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 赶到了已经参与 梨卖菜种植的村子 出去 出去 明天吧 村上我们想开个推荐会 就是让大家更多的 咱们村上的 大家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 所以今天呢 过来的就是 看您这边刚好 正采摘着呢 我们带回去一些 出去 我看咱们这棚 长得挺好的啊 你看 就是这棚菜 这棚菜 今天长得特别好 产量特别高 我看你 你看这菜 整个下面感觉都脆脆的 看起来 水分特别足 水分特别足 你看 你快去看一下 那我们明天做推荐会 就更有信心了 到时候我爱拍人 把这个东西的实行办 好的 谢谢 谢谢您了 好好好 没事没事 有了新鲜的梨卖菜 吴夏瑞的内心 也多了些底气 但是 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荐会 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我们在以前的话 很多的村也都开过 就是想有点梨卖制荣 产业推荐的交流会 我曾经自己遇到个 很失落的一个情况 就是开着开着交流会 开着来的人很多 然后开着开着讲着讲着 大家逐渐都走掉了 甚至最后的话 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 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 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荐会 吴夏瑞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回家了 面对尽头 他不愿提及家庭 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 经过彻夜的思索 吴夏瑞决定 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 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 都来参加推荐会 想把我们新日研发的 这个淋卖菜的一个品类 带入到咱们村上 咱们说好了 就咱们就先示众一下 好 其他村干部 或者是其他村民 在给动员动员 给宣传宣传 你先带头 好 行 行 从小节赵氏系列 这个马氏系列 都演我们 这个三次 说中几米菜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 罗玉才的态度 比之前有了好转 他同意发动大家 参加梨卖菜推荐会 这让吴夏蕊的内心 多了一丝安慰 有的村民 我去了很多趟 几乎从第一趟来说 根本不听你说 然后去了几趟 甚至在那羊圈 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 我为了跟大伙打成影片的话 还是继续被拒绝 从城市回到农村 环境的转变 身份的转变 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在女性的话 我是觉得 你不管从科研 还是你创业 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 确实在很多的层面 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 作为女同志来说 我们可以很自信 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就承认 我们不是超人 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 但生活当中 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 和放松 会喜欢健身 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 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 这样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作为女性 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 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 她很少导致自己 推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她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 来面对村民 喂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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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到 马上到 马上 好好好好好 行行行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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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梨麦菜呢 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梨麦呢 尤其梨麦菜 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 我们请团队小伙伴 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 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一下 看一下这个蔬菜 看一看 没事 都能拿起来咱 看一看 都能尝一尝 您尝尝叶片 它没煮熟的时候 是什么口感 看起来咱们我家的口子 虽然看到了梨麦菜 但是村民们 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书姐 我有个疑问就是 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 常要在家里面 种这种梨麦菜 然后去发展 带动就业 书姐姐 我也有个疑问 就是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 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 在情愿里面 把这个种出来的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销路的问题 我从老家都配合这个地方 要着把堆子摇嘛 能回种个村啊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 就是希望 我们的农业现代化 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 带到咱们村上来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地对接 找客户跑市场 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 其事业的机关 餐厅 我们都已经打算协议 我们去销售 经过一番交流 大家对梨麦菜有了新的认识 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 他决定趁热打铁 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来 尝一尝 脱吃吃的在 这些字里的猪嘛 学着猪嘛 现在它后面的色还挺好 没了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食物也好吃呢 你看这个食物也好吃 好吃 好吃 要白点 味道还挺可以 可以的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 我们开完了之后 其实是超出了我的运气 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然后我们也跟村集体 这块的村干部 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 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 为农民这块解决后顾之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 从种植技术 让农民放心 从产生价值 包收 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 不会烂在地里 肯定都会解决掉 让大家放心 我们慢慢 还是这个人 还是整治这个人 还是给我们一些意的 希望在我们发展 他就是对我们人 特别没有严肃那种 我跟他接触好几次 别人给没有架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学 打乱了原本的春波计划 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瑞决定 免费给村里一些 虽然有种植意愿 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 送些藜麦种子 这人吧 好 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林外菜 林外菜 今天就送给你们 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基本上没人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 这就是早里林外菜 那个生产彩业 就是咱这个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的 这好几十块钱的 你好好地种一种 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 寒冷的天气 没能阻挡吴夏瑞的脚步 他相信瑞雪 欲使着风年 您看 您看看我们的厕子 看看图 看看图 来 然后今天就是 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 然后给您尝试种一下 在家里试试种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 还可以喂羊 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 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 一并并地去沟通 我总觉得就是说 是日久见人心 路要吃马力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 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 种植经验并不多 离卖菜刚刚开始播种 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好的 好的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好 你放心 放心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我知道那块那个啥 播种的话 您不要担心 播种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 好 没问题 长官 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 过来说他们马上播种 但播种这块的话 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 沟通一下子 播种机的事 行 好吧 行 我联系 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 一会的话 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 过去跟毛主任 把那个播种机的事 赶紧商量一下 好 好 离卖菜农机改造 能否顺利完成 村民们能否顺利播种 你这个东西 你看看看 我也看不懂 你这个东西 三农群会 继续为您讲述 严谨定女博士的故事 孟老师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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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小类的播种机 肯定也不适合 对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 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 第一个播种机 可以说就是 只能说是先 通过这种尝试 试验 创新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来不断地改进 毛老师 有着多年的 机电改造经验 但是离卖菜 毕竟是个新品种 农机的改造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以 这是咱们吃出来 第一个 好像还是不太行 而且它这个 这个锥孔 好像不太好 所以它整个的 这个宽度不对 你看 对 这个宽度 可能有点 就放不进去 对 对 可能我们还得 再修改一下子 市面上 曾少有说 就是针对离卖 这种播种机 因为我们也是在试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实际上还是有 比较多的困难 经过反复的推敲 毛老师最终确定了 改造方案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 制作出来的 我感觉 对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 这回您看 就合适了很多了 包括这个孔径 这个也是圆的 各方面 这样的话 这个后面的话 我们在推广那个种植的话 就能够把这个农机 给更多农户用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 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 毛老师再见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 无下轮马不停蹄地 约上两位村民代表 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你这个羊花羊还没见过 肯定比你挑好 我感觉我这个桥还是好吃一点 你看咱们机器 咱们把它推到这边来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桥好用 你这 我这桥你看我下一踏一脚 这就好了吗 你这个东西你看 我也看不懂 你这个东西 这是啥 你看 这这这这 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 你看 用起来 你看像我们这个用起来 这样一踏就靠靠这样 这样一翻 相当于就所有的话 都是您来控制嘛 对 那这样子 你看咱俩说了 聊了这么久了 你先看看这个 咱俩比较比较 行 你说你说 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种子夹在这里 对 种子夹到里面就行 对 吴夏蕊一番耐心地解释 让李大哥也忍不住地想试一试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演示一下 我看你这个过程 你看 来你让我感受一下 好 你来感受一下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这个东西 我也说不上来一天呗 哎呀 这个操作来 这个高科技嘛 咱们跟咱们 没办法就不交 这个比咱们过去 那些播种的设备 要简单多了吧 而且 肯定简单 敲的话 要更加精量地播种 对 为了让村民放心 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 去大棚播种现场 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觉得好吃吗 好吃的呢 好吃 对不起来费力不费力吗 费力 费力啊 贴球 做起来肯定是贴球快点 当然快了 这个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 回去可以盖个家吧 这个推起来快了呢 经过一番交流 两位村民代表 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这个对我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 老百姓是只要种水果弄出钱 特别高兴的事 我们希望是那样 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着 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 它种别的作物的时候 这一亩地 它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 农民就觉得很幸福 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满足 同时还有 让我更惊喜的是 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 几年之后 它真的发生了变化 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 我希望未来 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 把大量的荒地和盐碱地 变成我们真正能够 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 也希望我们能够 一直把它做下去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在无下雨的带动下 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 有条不紊的进行 小小的藜麦菜 正在让海河村 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欢迎收看 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